大家好,歡迎來到賭博研究所 Gambling Institute 繼續和大家討論 2月24日 跑馬地賽馬日的深水大公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 連贏未切過關三川七 大家看看標題 寫著每關兩隻 這次我們都是買過關 每關買兩隻 希望能夠用小本 來播放大注 大家看下去 寫著超輕榜有利 賽職有根據 這次我們買到的這匹馬 就是方家帕這個馬房 這隻馬我認為在未來賽馬日 應該會有不少小朋友 可能就會忽略了他 因為雷神莫雷拉沒有騎到這隻馬 而騎了另外一隻 但是我認為莫雷拉 不騎的這隻馬 其實實力上是不差 而且這次在這場賽事上是有好處的 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這隻馬為何值得我們來買呢 我們現在一起去片 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好啦 又來到我們投注界面 這次繼續跟大家來買 2月24日 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那麼我們這條過關呢 就買這個三川七的 那麼我們第一關呢 就會買到這個第六場的 那麼這場第六場呢 就是我們的一班草地 私家三難千二米的賽事來的 那麼在這場馬上 那麼我們會買哪一隻馬呢 那麼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呢 就是方家拍馬房的馬 那就是這隻九號的顯心星了 那麼至於為什麼今次我們會選擇這隻顯心星呢 那麼我們首先看看這隻顯心星的賽事 那這一隻顯心星呢 那今季呢就跑了五次的 那麼在這五將裡面 那麼其中有兩次就跑過第一名 那麼一次第三 那麼其餘兩次呢 都是跑過第六名的 那麼你會見到啦 喂這隻馬呢 好像最近呢 那個成績就比較差了一點點 那麼到底是不是它的狀態出現了問題呢 那麼我想跟大家說啦 其實呢 這一隻馬最近跑過第六呢 並不是因為它 它狀態出現了問題 是因為呢 上場 在上場 這一場賽事上面呢 這一隻馬遇到一點點意外 那麼我們一齊來看看 那麼上場到底這隻顯心星 怎麼來這裡跑先啦 好啦那一開始了 那麼大家認一認哪一隻是顯心星啦 顯心星呢 就是慢了閘的這一匹馬 那麼排著個十一檔的 黃三黃帽的這一匹馬 那麼我們一齊來看看 上場這隻顯心星怎麼來這裡跑啦 那時候顯心星慢了 那麼就慢慢就減進來的啦 前面快的嘛 好眼光快啦 複日快啦 第三位外面有順勢贏 大外到加州得迅 那麼馬林中間 藍三第五位 還有這隻韋小寶 內蘭灰馬 紅眼罩 馬金側就是這隻競技勇士 後面的五隻馬 莫浪球 尾四粉紅袖 美麗滿分 後面三隻 明進之星 顯心星 黃三黃帽 內蘭尾姨 暫時電流 粉紅帽那隻就是聚財 那麼轉回中間 好眼光就大了 跟著第二位有加州得迅 第三位就複日 內蘭第四灰馬 競技勇士 第五位粉紅衣 白臂孤 還有順勢贏 中檔第六 藍衫那隻就是韋小寶 這次就懂得拿出去了 最出那邊還有明進之星 後些搏內蘭那邊 大白臂涼 黃衫還有一隻顯心星 合徵將有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就是複日 近邊好眼光 再見到盡佔第三位的馬 大外擋韋小寶 中檔位置上來 還有順勢贏 最後200米到了 透出是複日 韋小寶追上來 中間還有順勢贏 這場賽事就看完了 大家看不見到這隻顯心星怎樣跑 第一件事先 這隻顯心星上場的檔位 比較差少少 爬著十一檔 所以基本上這隻馬 一開始就留在後面 要在一個比較被動的位置 來跑 除此之外 還有一開始就留在後面 去到二百多米的時候 大家看看這隻顯心星 出現了什麼情況 大約在這個位置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原來這隻顯心星 沒有位置 被幾隻馬 撥住了 搞到他沒有位置 來衝 所以導致這隻馬 好像才能夠發抖力 導致最後 只是衝回來 跑第六名 所以這隻顯心星 上場跑得差 並不是因為狀態差 而是因為這隻顯心星 上場失車 和他的檔位 不漂亮 但是大家 看看接下來的這場馬 接下來的這場馬 已經改善了上次的兩點 第一件事 這隻馬 就會排著一個好一點的檔位 排著一檔 一檔 對於這隻馬 就已經好跑很多 相比起上次的十一檔 這隻馬 除了檔位 今場有優勢之外 其餘的副榜 也是有優勢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們就要比較 同場上的馬匹 我比較過之後 發現這隻馬 副榜是優勢的 到底是在看哪一場馬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隻顯心星 當時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時候 和其他馬對翼的時候 那個副榜 看看這場 這場馬上 這隻顯心星 也是跑過第六名的 當時他輸給哪些馬呢 輸給夢想成金 美麗掌聲 加州雷電 韋小寶 甚至是華明晉之聲 這些馬 接下來這場馬 這隻顯心星 就會對著美麗掌聲 和名晉之聲 這兩匹馬 大家留意當時的副榜 這匹美麗掌聲 之前是負著118磅的 顯心星 就負著123磅 即是顯心星的副榜 比美麗掌聲更重 但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接下來這場 這隻美麗掌聲 就會負著129磅 即是說 比起上次重了11磅 但相反顯心星 就會比上次輕了5磅 一隻馬就加磅 一隻馬就減磅 還要一隻加這麼多磅 一隻減這麼多磅 所以接下來的副榜差距就很大了 你看得到 這隻美麗掌聲 反而來這一場 還會比顯心星更重 11磅 但其實上場 這隻美麗掌聲 並不是贏這隻顯心星很多 只不過是贏兩個馬位 但這隻美麗掌聲 就被人加磅加了這麼多 之前由輕綁過顯心星 到現在重綁過顯心星這麼多 重11磅 所以我認為這隻顯心星 其實有機會反超這隻美麗掌聲 在這場上 雖然莫裡拉就選了一隻美麗掌聲 來劇 但沒有選到顯心星 但我覺得大家都是不可以忽略這隻顯心星 因為這隻顯心星 這次美麗掌和輕綁 所以這場馬這隻顯心星 有機會出現好像勁駁的情況 之前勁駁 就無緣無故跑個包尾給你看 之後再下一場又贏了 靠蝦欣贏 當時的勁駁 莫裡拉不騎 換騎師就贏了 這隻顯心星 到底會不會又是這樣 莫裡拉不騎 換騎師 又贏了 我覺得這個情況 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見到這隻顯心星 這次好像蠻好處 所以我就會選擇這隻顯心星 來賭一賭 所以在這場馬上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會選擇這隻9號顯心星 來購買 好了 講完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我們來講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我就會選擇這隻5號的平常心 來購買 為什麼會選擇這隻平常心呢 我們先看看這隻平常心的賽積 這隻平常心呢 其實是一隻相當之厲害的馬 大家看看這隻馬 最近這一季的賽積 這隻馬在這一季 跑過六次的 六次上面有四次跑第一 一次跑第二 以及一次跑第四 基本上這隻馬是沒脫過頭四名的 所以這隻平常心的賽積 是非常之厲害的 而且呢 上一仗 上一仗這隻平常心呢 在2月3號的這一仗 他跑這個跑馬地一千米 他簡直是 哇 贏到掉了 那個姿態是非常之輕鬆的 那我們來看看上一場這隻平常心 到底怎樣贏馬先 好了 那一開插 那我們來拍一拍哪一隻是平常心 那一隻平常心就是這一隻 最快彈出來的那一隻 深藍色衫 紅色帽的這一筆馬 那我們一齊來看看這隻平常心 到底上場 他贏得多輕鬆 平常心中了 他衝出來這麼快 中間還有猛子厲害 第三位好好利高 第四位 紅帽名進之星 外面第五位 還有加州海哥 內蘭第六白衫 藍帽是天綠 後面那四隻 粉紅衫尾四 是辣神 尾三 這隻就是鐵木儀 暫時電後兩匹馬 有大紅包在尾二 包吹六尾公正複象 過了六百 前面帶頭 是萬事厲害 平常心就第二位 內蘭第三 好好利高 跟著他後面要看哪一隻 天綠跟著他 再在外面位置 還有這隻加州海哥 中間紅帽 就是明進之星 大我當粉紅衫 是辣神 再後面才有大紅包 鬥到來最後三百多米 平常心就佔先了 前面萬事 第三位的馬 有明進之星 逐步蠶食上來 中間還有天綠 再後面的馬 是大紅包 最後百多米 平常心這次不疾布 潘頓這隻 拋來後面的對手 就再贏 跑第二名 好啦 那場賽事就看完了 大家可否看到這隻平常心 贏得多輕鬆 潘頓 按住 贏後面那隻馬 整個馬位 贏得非常厲害 如果潘頓 不是捉住姜誠的話 基本上已經是 帶掉後面那隻馬 贏得不得跑 那麼重要 其實這隻平常心 上場贏的馬 並不是一些差的馬 大家看看他贏得哪些馬 這隻平常心 上場贏得那些 萬事勒 明晉之星 大紅包 天怒 甚至是鐵木兒 這些馬 這一堆馬 全部都是厲害的馬匹 那麼重要 這隻明晉之星 和鐵木兒 都是在這場馬上 要和這隻平常心 再來對翼的兩匹馬 所以基本上 平常心已經曾經 跑贏過這兩匹馬 所以 其實在接下來這一場馬上 我認為這隻平常心 其實在實力上 都是比這隻明晉之星 和鐵木兒 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麼重要 有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明晉之星和鐵木兒 都是不差的 所以 我覺得這隻平常心 跑得贏他們 都是很厲害的 所以 看得到 接下來這隻平常心 排著四檔 漂亮檔 還要這麼有實力 最近又這麼有狀態 這次就選擇了 所以我們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選擇這隻5號的平常心 來買 好了 剛剛說完 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來講過關的第二關 我們過關的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就是我們的一班草地 私家三欄 165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 我已經一早分析了給大家 就跟大家說 搏一條懶Q 搏這隻3號 搭著隻9號 對了 在這一關 我們就是買這兩隻 好了 之後來到我們過關的第三關 我們過關的第三關 就會買這個第八場 這場第八場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地 私家三欄 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 又是一早分析了給大家聽 至於我們會買到的馬匹 就會是這隻2號的近志騰雲 和4號的競技勇士 對了 我們過關的尾關 就是買這兩隻 我們一早已經在第二條片 已經跟大家分析了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隻馬 還有大家記得 在買之前 看看我們的注意事項 才好買 因為買這幾匹馬的時候 有個事項要注意 我在那條片裡面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至於你們可以看哪兩條影片 來看這幾隻馬的分析 就是螢光幕上面的這兩條影片 這兩條影片裡面 已經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幾隻馬 以及注意事項是什麼 大家記得買之前去看 怎樣可以看到這條片 直接按進去我們的頻道 選擇和螢光幕上面這兩張圖 一模一樣的影片來看 叫做單Q一槍過的系列 來看就可以了 又或者按右上角 好像I字的提示 來按下單Q一槍過的那條影片 來看就可以了 好了 到最後了 來跟大家說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我認為大家其實可以買這三關的 來買一個三川七的連贏及位置Q過關 連贏及位置Q過關 都是可以的 又或者大家可以買一條二川三 買二川三 都可能是足夠的了 那大家在這三場裡面 選擇兩場你自己適合的 來買這個連贏及位置Q過關 都是可以的 對啦 所以這次我們就是給這三關 來給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分析得合理 跟我們同路的話 就可以跟我們試試 一起去買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分析得不合理的話 大家都可以提供一下你自己的心水 告訴我們 看看你會在這幾場上買什麼東西 不過怎樣都好 無論你同路也好 不同路也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贏得到錢 所以在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2月24日這個賽馬日上面 我希望大家都贏得到錢 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